是谁化妆多年归来人是新手 我化妆从这样变成这样 过来人告诉你看十条一分钟的妆效 还不如看一条十分钟的超详细全妆跟链教程 今天一定让你学会使用频率最高 可以让你去任何场合的万能日常淡妆 从护肤到化妆到发型 我通通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 同时也加了进度条 如果你是新手老白 那你就可以直接拉到你想看的位置 原相机的前置扇头直接开始 首先就是妆前准备 把你的头发全部都给它整理干净 妆前保湿 不要乱七八糟的去涂一堆东西 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 首先先涂一个精华水 涂涂涂 油皮忽略这一步 干皮加一个妆前乳 涂涂涂 然后用一个面霜涂抹在面部 另外沙漠大干皮 你就在化妆之前倒上你的化妆水 举不容易卡抚的地方给它湿敷一下 湿敷完以后你就给它擦一下 刚好可以带走一些老肺角质 我给涂防晒的时候 手法从内向外给它推开 这样子它可以更快的沉膜 尽量不要去这样子打圈按摩 这样子容易粗泥 不要着急 先等个两分钟 让它稍微等到它成微粘的状态的时候 再上底妆 不然你的防晒和你的底妆就会打架 很多人就会问 老师那我是先遮瑕还是先粉底 还是先粉底再遮瑕呢 听我说 先遮瑕然后再粉底液 如果你是肋都特别特别重的 再进行二次遮瑕 先激活一下我们的遮瑕 你用手给它揉搓一下 稍微站一点点 用手指给它点涂在你的黑眼圈上面 用一把舌行刷 硬子去给它遮一下 像这种红血 接着如果你想要气色好一点 先不上粉底 用一个膨胀色的土豆泥 涂在我们的面中处 泪沟处 看这样子就碰起来了 把粉扑挤干 倒它不出水以后 用一个你适合的色号 不要挤多 一粒黄豆大小就够了 揉搓开以后 按点点点 按点点点 我去给它快速的 先拍我们的面中处 你面中处拍完了以后 再去拍你的太阳穴 脸颊 下颌线 最后再戴到眼皮 额头也是先打你的眉心 然后再向外晕开 这样子我们的粉底就是很干净很透亮 接着 肋钩特别重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二次遮瑕了 没有肋钩的直接跳到下颗 按准你的肋钩的这个位置了没有 因为这里是一个凹面 精准的画在你的肋钩的位置 四周给它轻轻的这样的晕染开就可以了 你的眼睛可以这样动一动 然后看一看哪一块还是暗的 给它提亮一下 眼角有暗沉的 也给它稍微子用鱼粉 这样子我们整个人的感觉都是这样的往上走的 用一个哑光垂直的放在我们的这个眼下泪沟处 定妆 定这一块位置就好 看一下两边的对比 是不是 定妆一定要用这种揉面的粉铺 按压的去铺 因为它这样子的抓粉会更实一点点 定完妆以后就可以进行色彩填充了 先画鼻影 用一个这样子的小刷子 从眼头开始给它画一个C 鼻头比较肉的 画一个倒V 然后用一把这种扁头的鼻影刷 去把刚刚的那个粉给它晕染开 有的人都会问 老师我看你这里有点脏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来解决它 用这个刷子再占据一点点阴影粉 在我们的这个鼻梁的三分之一处 给它画一道 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解决脏的这个问题了 哑光高光 鼻背的这个位置 给它画一个 是不是 瞬间干净 我们这个鼻的这个位置 给它 提亮一下 可以用一个珠光 涂一点点在你的鼻头处 因为我们的鼻梁本身不是很高的 提亮在你的眼角中间 像你的整个鼻子就是 拔地而起的那种感觉 到眉毛 你新手 你就不要去追求什么 这个眉形 那个眉形 你就按照我说的 你用一个眉粉 这样取中间的这个颜色 去填充一下你的眉毛 用一支眉笔 去勾勒一下你的眉尾就好了 你不要去画你的眉头 拉长一下你的眉尾 把你的眉峰 给它稍微画出来一点点 自觉上这边太阳穴凹陷 是不是没有这边的明线 对不对 这个就是眉峰的作用 想要眉毛有圆深感的 用一个睫毛打底的这样斜着 给它梳两下 就感觉你画的这个眉毛 本身就是你自己的毛流感 想要放大眼睛 你的眼睛中间眼球的 这个黑色的 正对下来 另一个点 不窄 到宽 再窄 这样子的卧槽就很自然 不会画眼线的 同样用这个眉粉 贴着你的这个睫毛根部 轻轻地拉一个小尾巴 让它眼睛往下走 有一个狗狗眼的这种感觉 选一个大号眼影刷 跟一个小号眼影刷 再加一把刀锋刷 先用大号 占取最浅的这个颜色 给你的眼皮做一个打底 这样子后续才更好上色 并且起到一个消肿的作用 再用小号的眼影刷 占取这个 贴着你的眼皮去给它 晕染开 不要超过你的这个双眼皮 这条线 我们再用这个大号眼影刷 因为上面不是刚刚有鱼粉吗 你去给它 晕染一下 这条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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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